汽车股今天走势不错 比亚迪股份升幅领先 最高的时候比亚迪股份升近260.8元 升幅达到8%以上 除了比亚迪股份相关的汽车股 比如说常诚汽车 理想汽车 蔚来汽车 早盘也跟着冲高 主要原因是9月 乘用车和商用车延续8月的增长趋势 同比增长持续双领先 尤其新来汽车延续快速增长趋势 所以整个汽车市 在金九银实的传统旺季里面 有良好的局面 只为后市 而新的华为汽车为首的新势力 会带领车企 在国庆后期实现订单的快速增长 所以汽车市场热度有望延续 直至年底都会拉动整个汽车版派 向上走巩固全年汽车行业增长的目标 其中比亚迪股份 在业绩方面 2023年度第三季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一个静率增长 达到205亿到225亿美元 同比上升回了一倍 在第三季度里面 比亚迪公司的新能汽车 持续创下了历史新高 稳居全球新能汽车销量的 林布云 瑞锦律都表示 比亚迪股份发布盈起的预期 相信大量的市场机构 都会比亚迪或者全部汽车版派 出现全年预期的上条 相关的龙头汽车里面 比亚迪股份放在第一梯队 其后是理想、蔚来和常盛汽车等等 相关的个股也值得大家继续向上看